字全面網上足球節目 最好玩的配搭 最強的嘉賓陣容 每周為你分析本地及愛國球場最update 獨向 至高無敵 Hello Hello 歡迎大家來到1月31號 星期二的至高無敵 至高無敵 好像那些很老套的宣傳語句 暢走暢遊 都多長 我們經常都被人拜年 問候 祝你們的節目長做長友 多謝 今天主持的兄弟陣容 手法陣容 有文傑 有B19 也有Henry 歡迎大家收看 首先講講兩件事才是B19 我們要再次提醒大家 其實現在在iPhone或iPad上 只要下載了香港人網的Apps 你就可以進去 進去之後 你就會找到一個直播的欄目 直播欄目 即是說 現在正在播出的節目 直播什麼節目 你就可以進去看 不單是聽 是可以看視像 即是說 你身處在何時何地 你不一定要對著電腦 又或者不只是聽 你也可以有手機 Android也有 也可以在你的平板電腦 手機上 即時收睇到我們 最高無敵的 網上 第一次的足球節目 老實說 現在去到這樣 我就覺得科技 幫助我們甚大 現在你說 如果隨時隨地都看到 好像原始人 4G的 看手機頻道 電視 現在網上電台 都做得到 這也是我們 至高無敵的 一個稍稍的 我們都覺得 挺開心的地方 希望我們同時間 給予不同的球迷 一同時間 參與我們的節目 我們一個星期有兩集 大家都知道 每逢星期二、四 八點半到十點鐘都有 另外一樣 兩位 我想跟大家介紹一個 台灣方面 對於足球越來越投入 盧昆山 他們台灣足協的理事長 也都大力推動下 也都有很多 有心的人士 整個氣氛 台灣的足球圈 其實是不錯的 再加上 也都有一些 我們認識的朋友 也都很熱心 合作搞了一本的足球雜誌 他們號稱台灣唯一的足球雜誌 就叫做足球王者 第一期創刊號 就剛剛出版了 裡面很有心 我們打開裡面的內容 除了說 我想大家如果有留意世界球壇 上面所發生的消息 對於裡面的內容 不難理解 也都不會說一概不知的 因為說的話 可能大家都會清楚 他們知道是最近所發生的事情 但是唯獨有很多的一些資訊 未必大家是一般的香港出版的足球雜誌 看到當然是報導台灣的職業足球的文化 一些五人足球的聯賽 甚至台灣一些足球小將 所謂的一些校園足球的情況 我打開剛剛今期的足球王者這本雜誌 在美國兩頁就會看到這些報導 很有心 其實我覺得 隨著這個方向去足球雜誌 都有一個所謂的使命感 不是說你每期出街有好消路就可以 多方面多元化的報導 這也是我們想看到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 要買賣廣告 這本足球王者裡面 其中有一本就叫文傑足球地帶 小弟的劣作 經常都用一些詭異的角度去分析這個足球 第一期的反應很厲害 第一期的反應很厲害 我講巴塞和黃馬之間的一個 其實我就比喻巴塞現在是次級的銀河艦 不是 黃馬現在是次級的銀河艦隊 巴塞就是一個冷血的足球學校 也是引來很多迴響 當然有口誅不伐 也有讚賞 第二期又會寫不同的分析角度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這本足球的雜誌 雖然我知道台灣的足球雜誌 香港一般來說很難在便利店裡直接買到 難一點 籃球書也是有的 他們都是copy美國的書 但足球是本土出產的 真的少見一點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或者有機會一定會找到的 尖峻 尖峻這位很出名的足球評述員 大領底下 有小弟 也有傑拉德 我們的好朋友 也有香港的足球雜誌 熱血足球 Soccer Wave的大力協助底下 這些都是全部大家都有心有力的人 其實有時候講的是付出 看看你肯付出多少 剛才講到這本雜誌 最後兩版就介紹了一些 校園足球 小學或者小朋友的足球 剛剛其實我們過去香港都舉行了 上個星期五六日 都舉行了香港國際青少年足球邀請賽 我們分U14和U17 兩支球隊去出戰 特別是我們經常在電話上發聲的 我們的主持車 米之諾 每天都去暈了浦江川道運動場 應該是他除了第一場之外 看了那麼多場賽事 第一場就看了半場 第一場還有U14那一場 因為10時開球 下午U17就正式開球 我自己也有入場看過 我和B19也有入場看過 第一天印尼對香港的賽事 U17的賽事 這班球員 首先我們一直所說 香港無論大小球員 都會在體能上出現了一個毛病 會輸蝕 你這場U17的比較之下 又沒有感覺 可以說從頭都拼到尾 去到尾段 香港隊的體能還是挺好的 上半場其實是處於劣勢的 對方印尼隊 有個別兩三個球員 是挺快速放得挺盡的 但是到下半場還可以保持得到 亦都跟到節奏 去到尾段可以說香港隊壓著來攻 追不和有點不幸 有一球中柱 也有幾球很近的 攻門也不進 少許可惜 如果那場不和了 就應該香港隊得到冠軍 是啊 我們從那個表現 因為現在的比數大家知道了 我們不重複 那場比印尼的十八個球員的配路 事實上不斷阻路快放 印尼幾乎每一次有威脅的攻勢都是靠他 不過這個球員就可惜在 第一時間控球的功夫還未到家 速度爆破能力什麼都有 香港隊其實幾個球員 我自己很印象深刻的 我也寫過出來 或者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這個 袁浩俊 這個龍門 這個新村十九號球衣 其實之前看他一個 青年的省廣杯賽事 已經覺得他高飛低撲 出營的時間準 有膽識 手法又正宗 這個龍門我想未來 我覺得他有點像 現在給我第一個印象 有點像當年當時的范俊葉 以他的年紀來說 他的身形算是挺有優勢 他U17 但之前看過省廣杯 也是他有份踢 其實在他那輩子來說 我第一個感覺就覺得 他全高了 他的身形在這班裡 新手也不錯 這個小朋友會很有前途 這個小朋友 是的 我也認同 另外 三號的余佩康 他的身形相比來說 其實有點輸蝕 像Henry你那樣 哈哈 不是太高大 也不是太健碩 但我留意到他 他左右腳控球 特別是左腳 其實挺純熟的 作為一個後衛 他攔截的時間也準 也同樣是有膽識 這個我覺得挺重要的 但是後方不是隨便清波 也攔截到位 技術上 老實說 U17 有很多進步空間 也挺淡定的 看他的後方 也不會隨便一腳 就算有對手壓迫 他也挺松容 可以把球給隊友 我覺得這個不錯 這個球員真的 是的 另外10號的姚浩明 我們看一場 看他的下半場雙出 其實因為我們坐在看台上 一直作文字直播的報道 原來剛剛坐在我們 觀眾席前面那一行 就是姚浩明的爸爸 我們看到他雙出 他爸爸馬上轉過來 跟我們說 其實他說他的兒子 連續兩個星期在敷兵 他的腳一向有傷 下半場真的不幸地雙出 但是這場幫我們看得到 姚浩明在左腳處理死球的功夫很到位 特別是一些越長距離 他也有一個直射罰球 威脅龍門的板斧 上半場他也有兩腳 下半場也有一腳 這給我印象很深刻 老實說 我左腳處理死球的功夫 跟他的年紀是不相稱的 甚至乎我覺得會優勝過某些 現在正在打職業的甲組球員 這個球員希望他儘快處理好傷患 繼續 都是U17 將來怎麼會沒有進步 但我又想問你一件事 因為我看了兩天U14的頭場 我感覺上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是亞洲球員 理論上大家的身形 體能上其實大家都不太大 香港也是相差一點的 但是相差不太遠 但問題現在硬正程度 我覺得是拍球 攔截那一刻 真的比泰國或新加坡 有段距離不夠空狠 太斯文了 是拍球員 U14 我們是米芝樂 其中一個主席 他也有去看過 他也有認同 Henry你的說法 就是說 U14那方面 要改進的空間 似乎要收拾的東西更加多 我想 意識上也有點問題 不夠硬正的 還有好像 永遠都是打青年賽 好像別人的球員很熟悉 這個跟我們本身的清訓系統有些關係 還有香港 這班球員 其實有一部分 都是在一些球隊 可能一些青年軍 或者是較低組別 例如東方那些聯賽裡面 有份上陣 但是其實 真真正正 很具競爭性的比賽 其實不足夠 變成有時候 比如說拍球 好像剛才Henry說的問題 我都有同感 可能會有些時候就著就著 人家那些真的整份都去完 香港的球員 說真的一句 可能他們面對比賽的環境不一樣 有些少這方面 我覺得是需要加強多些 認同 好 那繼續 我講一些 個人認為 令我有深刻印象的球員 另外11號的羅曉聰 這個球員 多數是右腦去球 他的腳法很出色 亦都有速度 其實去到印尼那場的下半場 或者跟著下去 對新加坡 對澳門那兩場 他都不斷有威脅 製造到威脅 亦都有入球 跟著都入了兩球 用腦踢球 我記得我和B19 亦都有在 這個年初七的時候 就入到屯門 鄧兆堅運動場 看屯門隊 對澳門隊的何歲球 對澳門隊伍 亦都跟一位 前英國中國廣東省 女支足球隊的 隊員 一位 現在已經是家長級 原來他的兒子 剛好也是U17 其中之一員 他亦都在 我和B19的對話 之間亦都說過 他自己都很讚賞 這位11號的羅曉聰 他說他是最有腦筋 踢球的人 好啊好啊 香港多這些大腦型的球員 也好啊 15號的黃俊軒 亦都是一個非常技術出色的球員 會是 我覺得現在香港有這班人 似乎 幾全面 對球的配搭上面 希望能夠在金盤坤的帶領下 持續向上發展 因為 好像說 原來這班年輕球員 計算他們自己的球會本身 一個星期起碼要操六天 他們學校也有校隊 另外自己所屬的球會也有操練 再加上港隊的操練 其實他們 原則上好像一個星期都操縮這麼多天 是啊 這班年輕球員 努力 努力 希望在金教練的帶領下 大家能夠練好體能 什麼都不輸蝕 還有我想帶出來說 希望多些球迷 去支持小朋友看球 因為 他見到我們不是家長 是一些球迷 他們會很開心 又是拍手叫他們 用心踢 他們的反應是很雀躍的 如果太小人入場 都是家長 就說 球員踢的時候 都未必會有信心 或者未必會更加好 另外有兩位名將之後 不如 即sir曾偉忠的兒子曾子軒 還有安尼隊的兒子菲勒比 也都有落場 曾子軒 第一場對印尼的上半場 擺右路方面表現平平 調過去左路表現好很多 接下來那兩場球 也表現不錯 也有球 另外有球的球員 還有黎口禧 這些球員 也有持續穩定 進步的表現 葉晴峰 葉晴峰 也有波進 葉晴峰 也有波進 菲勒比 我們主持之一的米茲樂 甚至乎形容他 咦 好像T屎高斯 踢法 怎麼都不拘 這個小朋友衝刺能力挺強的 打前面其實挺活躍 而且我覺得他那個 如果你說形容他是T屎高斯 有點像 即是後上那種變速 這個球員 現在很全面 這個菲勒比 暫時看上去就是那個小技術 比較粗 多了一點 粗一點 有進步的 大家多點支持 其實你說我們是 其實我們 這裡是節目先 我們節目先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那個身份 或者外界鑑定 我們都比較模糊了一點 我們都是 總之節目先 做好節目元素 就是我們的首要條件 另外 Henry 你也在那兩天 在U17比賽的同時間 你也進了旺角場 看一兩場的聯賽 B19也是 公民主場對深水埗 以及 神禧主場對著 這個結智 簡單一點說一下 公民對深水埗 老實說 B19真的 會不會又被人說那句 你不是又是靠敵天佬 是靠敵天佬的 不過其實這場球 公民是有少少試陣的味道 就是我個人覺得 其實對上幾場 公民打得不錯 比如對藍華 對之前神禧 甚至乎對傑子 其實那個 形狀彈得不錯 他們用4-5-1 其實是壓迫性挺強的 但是這場球 他就有少少變動 就是把譚樂軒 推到中間做派牌 打一個好像4-4-2 其實個人覺得 就不太太突出 其實有少少 不太配合球員的性格 他踢法 比對手壓力不夠 中場對面深水埗的控球 其實是多的 可以讓他們很輕鬆 去做一些組織的攻勢 其實 但是相對地 公民打了4-4-2 而又不覺得他的攻勢會多了 這個是可能 為了未來賽事鋪路 就是壓迫杯 或者想試多些陣式 去踢法 其實那個效果 就不太理想 我覺得 但是最重要 贏了球之後的公民 有18分 現在站在第三位 過藍華 港甲聯賽 過藍華頭 也過了神禧頭 神禧在另外一天的賽事 主場1-2 就輸了給傑子 但是先開紀錄的是神禧 巴里繼續有好表現 而後備想證的阿耶拉 亦都交出了腳靈射中柱 這場球 因為我只看電視 有很多角度的東西 我想電視鏡頭未必交代得那麼足 Henry你在現場看 其實你會覺得 我先說說 這個神禧的新外援阿耶拉 其實她在場上的走位 或者技術 你看到什麼 她有技術 去盤樓 或者去速度感 她是有的 她一個人去做一些 一個人做得呼吸成的事情 就不只是要人給球去做 她不是一個前鋒 不簡單 是一個可以離回走位 跟著一切角做到所有的事情 她這件事是很… 對於神禧來說 是非常有用才是很肯定 我看到某些討論區 就形容她 踢法似乎比較偏油了一點 是一個不利的因素 你認不認同 油就… 油就看哪方面 如果她進攻的時候 就可能油一點 但她防守的時候 都挺黃雨下的 其實我感覺上 她很多球都挺骯髒的 一腳伸進去都挺骯髒的 但是很實用 反過來 你說神禧進第一球球 你說阿伯你進去 當然 那時候棋衛就… 新外援那個聶文 好像企圍沒有走掉了 嚴格上來說 我覺得直接說 那輸球的原因是 是軍儀清不了的球 一扭的時候 應該是軍儀保住的位 壓住的位 她做不到這個屏障出來 後來應該被巴黎射入了 那個球也是 軍儀挺有責任的 其實我覺得 有些人會形容 跟這個聶文拍攝巴黎射入了 我又覺得她其實已經很快了 即是沒有辦法 有很多可能尚傳一些 正式比賽上面 默契上面的東西 但這樣說 但失業那球之後 聶文和阿利斯奧 兩個打中堅 是很穩陣的 好多球都解圍到 其實高球方面來講 根本他們兩個都解圍到 加上 最主要是丹尼 這場球其實 是一個非常好的球員 就是 她經常在打 左路防守球員 但經常會阻攻 壓迫性踢法 加上這場球其實 最大的優點是 今季這場球 是最滿一場 不是比數上 是流暢程度 快 爽 以前的球會慢 特別是怎樣 朱兆基 他看的時候 就會迂回一點 因為那個球 可能要360度 轉一轉 先給球 停一停 想想再給 相反 不是 換出陳文輝之後 這球會直接 一個球馬上去前場 直接分球 即是你當時 文輝入看了朱兆基之後 對 第一時間做的事情 整個球 爽快了 可以贏一場球 這件事是結智的 我這樣也開始回來 朱兆基各國線升場 朱兆基可能控球 轉身會比較靈活 但是文輝 我們一直上屆 或者之前都說過 他那些第一時間的傳送 其實 在眼界獨到的 文輝 我多欣賞這個年輕人 另外 就是 兩國外援 我們先說 真真正正的那個 雅膏 雅膏其實 怎麼說好呢 是一個年輕一點的奴彼島 年輕一點 你說很困難的那場球 不算困難的 問個困難 說困難的程度 不夠困難的 那些球都 一般 其實在我來說 暫時不可以批評他 因為 第一次踢就踢 我不可以客定論 可能聽完星期五 對港青的那場球之後 就可能說 好一點 又或者這麼說 其實因為 因為佐迪以前在西班牙的球會 都會 跟阿高 都夾過 根據一些報道資料 顯示過 其實事實上 我反而看到這場球 佐迪追平1比1 球球 射得非常之漂亮 如果持續有這樣的腳頭的話 哇 這個射手真的翻過來 佐迪其實 大家都不需要懷疑質素 沒錯 去年都已經被大家看到 他的射門能力 還有 後上的衝刺力 是很強的 那麼 今屆 前半季 被他打得多了中場 其實是有點浪費了 是的 也跟很多球員 都聊過 其實大家都覺得佐迪是很好球 真的這個球員 如果可以配合到他 其實是很大作用的 所以如果阿協杯 如果是真的 啞高拍他 其實都 我覺得會有些期待 OK 另外一 反而我想說 其實有一點點的問題 就是 將黃羊打防中 很多脫漏都很緊要 其實這件事 如果他這樣打阿協 我猜最擔心這個位置 在這個時候 我們的網友 Waterloo2003 就說 佐迪丹尼 列文雅 高打阿協 現在看上去 可能都是這個 遷路的長頭 配對 其實今屆的活力 都是下降了一點點 這個可以 不過這麼說 今場神禧的陣容 又不是那麼完整 尤其是後防 三件 基南亞要停賽 卓卓又沒有歸隊 因為他的私務 即使你後備 其實李恒會打中堅 去年都在大中島踢中堅 但是 如果面對著 潔志的後防 打中堅其實都 有一點點擔心 我覺得他最佳位置 還是左閘位 其實這場球 神器的中場壓迫都很重要 也帶點辣味 大家這個碰撞 可以說近期 其中一場多高水平 或者多緊湊 的港甲賽事 迪亞斯之回歸 迪亞斯的控球能力 就無可置疑 P10級都經常 為什麼會不要他 一開季之前 我真的第一個選他 反正第一個要選他 現在叫吹戶從來 我們在那天看到他 歡迎回來 真的 很開心 坦白說去年 那麼多西班牙外援 他最好 跟我們在談談之中 這個球員相當不錯 他真的認得我們每一個人 真厲害 真是 我也希望 加強潔志的中場力量 最重要是阿歇有表現 當然不希望 好像上屆 分組賽已經 拜拜 哪支球隊都是這樣說 有些期待 如果說對手來講 其實 講一點點壓力盔 如果 之前都分析過 其實對手 不是說 十分強 相反地 公民其實是難踢的 不過 如果說內政聯 其實近況也不好 希望可以 假想敵是出武力 如果你說其餘那兩隊應該 公民都可以過得到 起碼頭兩三場 趕到對方的狀態 不穩 磨合程度 到最巔峰的時候 得到分數 又是 Waterloo 2003 就說戴瓦斯很棒 迪瓦斯很棒 好像更厲害 更厲害 其實與此同時 我們今個月遲了少少頒發 就是我們至公無敵 由我們一班主持人 一起推選出來的 一個十二月份 最佳港甲的球員 其實我們日前已經頒獎項 他是誰呢 麻煩今天我們的協力推米員 阿楓 你告訴大家 我是之前追之神禧的侯宇 在新年一年 希望大家龍馬清智 好 民建足球的雷达志高无敌12月最佳球员已经有结果了 大家都看到他在我身边这位公民的球员中村游人 大家给点掌声听一下 好多 OK How you talk? How do you feel your player of the month of December? Very good play I came very good play because the team mate helped me so I get many scores and for the team everything for the team so I can get this trophy 中村人就说他拿到这个奖 就要多谢他的队友给了很多帮助他们 亦都给了很多助攻给他们入了很多球 How do you think about in coming months you going to play in nation games how do you prepare for the games? I want to win every game so we need to effort every day do our best in every day 他问了中村人 关于备战亚协盈 怎样准备 他就说 他就会很努力 也都会很认真的对待每一场的赛事 也都问一问 中村人 今天愚计 除了12月入了多多球 对神体的长球 都年中三圆 今年估计可以入到多少球 How do you talk? How many goals are you going to score? 你猜猜是DC呢? 我想超過10個 所有的隊伍 中村說她最少能入到10球 我們希望可以入到 大家球迷覺得 中村能否入到超過10球呢? 好 我們請公民球迷會的經理 NaoMi幫我們頒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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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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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